中南海受挑戰 北京連爆多宗反共事件 莫迪火尾 中美印俄四國關係受影響 遼寧鋼鐵廠事故遇難人數 官方說不便透露 成都驚現UFO官方闢謠 避風系鴨頸 乾淨世界總部紐約上週開幕 正要慶賀部長 北京連續爆發多宗反共事件 中南海權力受到挑戰 6月22日端午節 一名男子在北京大學舉牌抗議 呼籲廢絕一黨極權 民間熱烈已論磨 勇敢者越來越多 這個官員在北京大學舉牌抗議 國家越來越有希望了 22日 推特網友發相片顯示 在北京大學街園食堂門口 一名身穿米色長袍的男子 手舉一塊白板 上面寫著 揮絕一黨極權 擁抱多黨制度 字的下面 有推特和YouTube的用戶名 該男子身邊的地下 還放著一塊白板 上面寫著 民主革命始動六個大字 另一張照片顯示 這名抗議男子隨即被保安帶走 當時有不少民眾圍觀 這名男子無法看到的樣子 但是推特指 這名抗議者 應該是名叫張生 他的駐臂是一名中國作家 之前 張生在推特發表文章 《與全球同胞書》 說中國的民主革命 正式開始 請閱讀我的書 他由多方面 否則拆解了一黨下的中國 並且詳細閃出了後續整體的安排 這件事的重要關鍵 就是需要全世界各國各族 螢幕前的每一個你 時刻已驚到 願我們都成為這個改變 和反抗大潮中的一類風式 一類電光 六四民運人士 黃丹 就事件在推特回應說 向學弟致敬 同一天 張生還在YouTube發表了一段影片 說是給全人類和全世界朋友 同胞的信息 中國民主革命 民進運動的時代到了 影片中 他穿著北大舉牌的長袍 坐在湖邊的一艘小船上 影片中 配了他唱的《海闊天空》 這首是香港人 在《反送中抗爭運動》期間 經常唱的一首歌 在影片最後 張生說 共產黨一黨獨裁下的中國 是沒有自由的 張生的葬舉 引發眾多網友留言回應說 勇士向你致敬 希望彭在舟 偏情隨想 鳥巢女俠 還有你的努力 不會白費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 不是共匪的中國 中國人覺醒 今年六四之前 北京一名女士 也揮動了美國國旗 並殺全丹 內容是折禄美國獨立宣言 和呼籲同胞行動 4月24日 一位女士突破重重封鎖 在天安門廣場發出怒哭 打倒共產黨 還我家園 資深傳媒人 何良茂向看中國表示 中國青年人 並非全部都是躺平 他們倡議的百年編局 並非是那個百年編局 張生主張的中華革命 意義非凡 包括了中港台 他被認為是繼四通橋事件之後 又一位孤膽英雄 公開挑戰共產黨極權暴政 在中共嚴密監控和高壓下 民間人人議事抗議事件 仍然層出不窮 突顯中南海權力 受到極大挑戰 習近平近日刊見兩次提及 極限思維和極端情況 時事評論人士林和立表示 中共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局勢 外有美國的反共圍堵 以及與俄羅斯的矛盾擴大 內有經濟不穩 接著還要面對新一輪的 大學生畢業潮 習近平的言論明顯反映 中共和他個人的權力 正受到巨大挑戰 在美中的激烈較量之中 今次印度總理莫迪訪問美國 令印度成為地緣政治的最大受益者 時政評論員黃克認為 印美關係顯著提升 對中美印俄四國關係 將會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莫迪就任印度總理以來 已經五次訪問美國 而今次第六次 是真正成果豐收的一次 實質性提升兩國之間 戰略科技夥伴關係 規劃包括太空、清潔能源、半導體 和AI等新興科技的合作路線圖 美國願意與印度 展開超越盟友級別的 國防和軍事技術合作 加快印度的軍事現代化進程 更加令人關注的是 美國為印度提供高質量的技術轉讓 對於仍然存在 諸多軍事技術不足的印度來說 無疑是至關重要 美國更鼓勵和支持 和印度發展貿易夥伴關係 印度的人口優勢 和正在增長的市場潛力 為美印貿易和供應鏈合作 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在美國扶持之下 印度有望成為 亞太崛起的新的經濟超級大國 雙方還互相增設領事館 比較來說 中美是互相關閉領事館 時事評論人士黃黑認為 印美關係顯著提升 對中美印俄四國關係 將會產生巨大 而且深遠的影響 第一 印美加深軍事合作 不僅使印度減少對 俄羅斯武器的依賴 而且印度軍力的提升 也對中共構成相當大的牽制 在軍事上來說 中美印俄四國關係之中 印度目前是最弱的 與中美俄差距很大 美國要充分發揮印度的獨立戰略作用 就必須要幫助印度 將這個缺點修補 既有現實意義 又會影響未來家國 第二 中美印俄四國關係之中 還有一個以中俄印的三國 印度還想左右逢源 而美印合作 就有兩大基礎 一個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國家 和美國有共同價值觀 另一個就是 中共對美印也是大威脅 美印聯合 是美國出於全球戰略考慮 第三 美印戰略科技夥伴關係意義重大 美國希望一個前進的印度 能夠更大程度地 代替中國在供應鏈 和價值鏈之中的地位 成為美國所說的 民主科技聯盟之中的重要一環 第四 就GDP來說 印度已經是世界第五位 中國多年來 是印度的最大貿易夥伴 這個位置最近兩年 已經被美國奪走 而且美國 還在印度有貿易順差的幾個少數國家之一 以上四點表明 印度處於空前有利的國際地位 就中美印俄四國關係來說 俄羅斯已經被俄烏戰爭的危機拖垮 只要中美對抗加劇 中共堅持戰狼外交 不去緩和中美關係 挽回中印關係 繼續拖著跌落坦的俄羅斯 那美印聯手 再加上日本、澳洲的聯合 中共就將會被鎖死在印太地區 中國大陸重大爆炸事故頻頻傳出 端午節前夕 零下回逐自治區的銀村市一間燒烤店 21日晚發生燃料氣體爆炸 造成31人死亡 7人受傷之後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親自下令 盡快查明原因 嚴肅追究責任等 並且責令有關部門 要展開一次安全生產風險專項整治 但是這一頭說完 6月22日 遼寧省營口鋼鐵有限公司 又發生一宗野蓮勞事故 導致多人傷亡 濟南時報《新王河》報料 23日 營口鋼鐵有限公司辦公室工作人員表示 22日確實有事故發生 但是就擺明說 具體傷亡人數不便透露 該公司所在地 老邊區地方當局證實 部分傷者已經轉移到市外就醫 據說採訪傷亡人數等事宜 需要聯繫營口市委宣傳部 而營口市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就聲稱 傷亡人數等事宜要進一步核實 大陸網民質問我 那是回應還是迴避? 傷亡人數不便透露算是甚麼? 為何不方便? 是否刻意掩飾甚麼? 看來是想隱瞞數字了 是否因為傷亡太慘重? 死傷數字還未商量好? 直到6月23日下午3點多 遼寧省營口市應急管理局才通報 22日該公司的野獵牢發生燙傷事故 經初步認定是設備故障所導致 截至目前 事故總共造成9人受傷 其中4人死亡 網民表示 叫燙傷事故 根本就是淡化事故成因 這個事故都死了人 還說燙傷 其實是爆炸 正好是交接班 所以慘了 還有人直接指出 當局部門監管不力 腐敗和安全措施鬆懈 導致事故頻頻傳出 而這也是當局最害怕的 恐怕更多突發事件 引發社會動盪 動搖了中共的統治 6月22日端午節夜晚 成都上空出現不明飛行物體UFO 一個綠色的發光物體在空中畫過 多名網友拍了影片和照片 並且傳上網 但是當局否認了UFO的說法 聲稱是火流星 引發網友嘲諷說 經過反覆對比確認 該物件是鴨頸 當晚 成都市民王儀女士 在社交媒體發表了一段影片說 她坐的車行駛到四川之陽 市樂之縣 行車記錄而拍攝到 突然一個發光的不明飛行物體 在空中畫過 她說速度很快很光 很多成都和重慶的網友 都目睹不明飛行物體的出現 影片和照片都顯示 夜空有一個扁平形狀的發光物體 那裡的天空變得很光 看起來距離地面還很近 消息立即衝上熱手 網友興奮熱意 就是UFO 我也看到 差點以為自己眼花 有人開探 我相信有外星人存在 萬一人類是宇宙文明裡最落後的 那真是太慘了 針對上述事件 官方譬如說是火流星 引發網友質疑 一再證實 我們在龍泉山裡 當時看到很清楚 根本不是流星的軌跡 幾乎由我們頭頂畫過 是一個很大的綠色白光物體 中間有些淡淡的黃光 無聲飛過 第一反應就是UFO 有些表示贊同 那就是那種高科技的光 藍綠帶子的 剛剛開始很近 很大很光 馬上就變軟變細消失了 所以根本不是官方譬如說的 什麼火流星 這張照片一看就是UFO 鑑於近日 江西職業工業技術學院 發生一個學生在食堂吃飯的時候 發現老鼠的頭 學校和當地監管部門 馬上譬如說是鴨頸 被民間輿論譴責官方 指數為鴨的事件 網友也模仿官方的口吻嘲諷說 經過反覆對比確認 這是鴨頸 不存在網友所說的UFO現象 創造乾淨網絡環境的乾淨世界 高科技平台公司 新總部6月22日 在紐約上週的產園中城 正式開幕 紐約正要來臨報獎 經過一年的工程之後 高科技公司乾淨世界 位於紐約上週中城市的總部 MT0大廈 中於員工 並在週四正式隆重開幕 在展彩儀式之後 乾淨世界科技執行副總裁 James Till表示 MT0是中城市 Middle Town的零號樓 這個意思就是我們由無到有 由零開始一直會向前走 我們的目標就是怎樣 恢復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和溝通的方式 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用科技來重新建立一個社交媒體 和社交網絡 乾淨世界設立一個全新的網絡數碼平台 透過不含色情、暴力、犯罪等有害內容 打造一個家庭友好 正面積極的平台 吸引不少知名網絡內容創作者加入 有來自紐約地區的政要與會 祝福乾淨世界MT0總部的成立 並感謝乾淨世界為社區帶來福祉 紐約產院中城市市長特斯法提諾說 對於中城市和周邊地區的技術發展來說 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我們對這裡非常有信心 同時對這裡所建立的一切感到非常自豪 來自紐約州的國會議員Pat Ryan 紐約州眾議員Elly Gunther和Carl Brabenet 紐約州參議員James Goofies 以及賓夕凡里亞州參議員Devlin J. Robinson 都為活動發出包長賀信 《乾淨世界》成立以來 曾舉辦過母親節和父親節等相關活動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用戶互動 在最近的4月份 《乾淨世界》錄得流量超過3,000萬點擊量 而每月的使用者增長率是160% 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這兩天馬斯克和朱克伯格的八角龍格鬥 成為全世界人剝花生的話題 世界首富科技大亨富豪馬斯克 和Matter面書的創辦人朱克伯格決定進行一場龍鬥 這不是開玩笑的 馬斯克在他的推特已經發表消息 說他願意和朱克伯格進行一場龍鬥鬥 而Matter的老闆 Facebook和Instagram的創辦人朱克伯格發表了一張 馬斯克的推文折圖 並配上文字說 告訴我地點 馬斯克隨後回應朱克伯格的回覆說 拉斯維加斯八角龍 要知道拉斯維加斯八角龍 是終極格鬥冠軍賽的封閉擂台 而馬斯克52歲 身高187公分 體重100公斤 馬斯克說 他要使出海象絕技 壓在對手身上 讓對方動不了 他還補充說 除了抱起我的小孩 和將他們拋起 我幾乎從來都沒有鍛鍊 而朱克伯格 39歲 身高171公分 體重70公斤 朱克伯格已經開始練習 綜合格鬥MMA 並在最近一場游道賽事中獲勝 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 這兩個人的決鬥 相當於神仙打架的感覺 這樣這次神仙打架 會對我們普通人 產生什麼影響呢? 如果真的打起來 你猜誰會贏呢? 萬一小豬輸了 對Meta有什麼影響? 又如果小馬輸了 Tesla會怎樣? 歡迎你說下你的想法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我們在追蹤 我們在追蹤 這裡 我們有什麼 評論